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分享我在学习预书体的过程中 遇到一项最有趣的训练 那就是画圆 听到这里 相信节目前的观众朋友 内心是否也跟当时的我一样充满疑惑啊 写字就写字 为什么还要训练画圆呢 准确来说 预书体画圆训练 其实以修圆的说法更为贴切 运用修补技巧 将圆的形状修补到最完整 在训练修圆的同时 不仅修补技巧会大幅度进步 也奠定了预书体 书法宇宙图的基础 另一层含义 是圆在东方传统文化 有特殊意义的象征 圆不仅是几何原理的表象定义 还包含了古人对于天地 自然 宇宙力量的敬意 圆代表圆滑 是一种处世态度 圆也象征圆满 有和谐美满 完美无缺的意义 所以 修圆的训练 以更精准的说法 就是修心的训练 在练习预书体的同时 也提升自我内在的成长 以上的题目 是我修了好几个圆 才深深领悟到 李清禾馆长设计课程时的用心 今天 与肢体动作有关的步手 扑步 是轻轻挤打的意思 作为步手时 多与手部动作有关 同时也带有趋势边侧的含义 那我们就来写字吧 铺这个字 基本上比较少单独使用 所以我已经事先写好一个铺 大多时候 都是以步手的形态呈现 今天要写的是弓 拉起来 铺作为右侧步手时 第一笔画要长一点 尽量拉到格子的一半 最后横直接往上推 两个笔画会有重叠一半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 今天的課程就上到這裡啦 學習御書體簡單又有趣 只要你肯寫一定會進步 接下來就由李清河館長為大家帶來一筆字表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每週二晚上十點會上傳新的單元 每週五會有本週課程的英語翻譯影片 記得準時收看 我們下週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